但在技術上我們要考慮怎樣能夠確定這些單妃人婦 真的跟香港的男人結婚 還有一個結婚的證明 過去很多人說很簡單的分別 但我們也嘗試去年幫所謂單妃人婦 但他們發覺證件很多都未必很準確 甚至有時結婚的日子在懷孕日期之後都有 所以這方面我們一定要比較小心處理 不要令到有些人如果認為單妃是有特殊的安排 將一些雙妃臨時變成單妃的做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這方面做得足夠才行